底下他有一个问题 他是硬光大肆说 末发时期道场注重以二十人共修为家 请问第一个 是否超出这个人数范围就顺于大道场 我觉得我们不用去怀疑 也不用去问这些问题 大道场小道场都是道场 多好 你看祝佛如来的道场 一看菩萨比丘比丘尼声闻 都是几千人几万人道道场 那硬光大肆为什么在这个时候 从前我们中国道场也是几千人道场 我家乡的实际禅寺 人数最多的时候住过两三千人 为什么现在提倡二十个人 你多想想 这祖师的用意何在 他在这个时候说 为什么这个说法 这里就很深的用意啊 这个世界乱了 人的业障深重 外面诱惑力量太大了 心不容易定下来 小道场 小道场人少 维持容易 洪湖的人员心都可以定 人多了 每天生活问题 就是大问题 你要不找很多的护法 你怎么能维持 如果天天心都在护法身上 护持的人 心都在外面 里面修行的人 看到这个护持人 现在在外面 他的心也不安 对于进修就产生妨碍 这些事情 多想想你就晓得了 用不着问 在外面